很開心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聖誕歌 因為我覺得聖誕歌是一種反抗的精神 是反抗賀連歌的精神 小時候開始競爭賀連歌 希望聖誕歌播得有那麼長得那麼長 絕對不想聽到蓮花什麼蓮初開 那些真的覺得很煩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努力做多些聖誕歌去抵制賀連歌 不過聖誕歌可以播長一點 因為其實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起碼也播到一月 起碼兩個星期播 我覺得賀連歌那一刻不適合 就是經常說Happy New Year 但你有沒有Happy This Year 如果你沒有Happy This Year 你下一年也未必會 你是否一個活在當下的人 想像到他坐在商場的長椅上 不斷播那些農曆新年歌 然後他就在那張長椅上寫聖誕歌 然後看到那個畫面有機會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祥 住情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你 薛珠玲 阿玲 Hello Hello 阿玲 書展之後的訪問之後又再次見面了 又有新東西了嘛 又有歌又有show 好 先講歌還是show 長師兄 我想一拼過說 因為這次Han Solo也是整個show的主題 單手派對 好 交給阿玲了 最初為何會想 不如我做一系列的歌曲 甚至是不如在聖誕節的時間做一個show 一開始是因為我其實一直在籌備一個show 希望可以在33歲那一年 可以處理到一些自己的想法 因為我以前學校是33 是誠意結號碼 所以我覺得33歲 好像想整理一些東西 整齊齊 確保自己的一些想法 之後33歲之後就繼續走下去 拿著這個想法 但是突然之間有人說 喂 聖誕節有個期 你想不想做 咦 提早好多 提早要起碼半年 但不要緊 我經常覺得那些東西 永遠要做的時候就做到 如果你一直覺得還有半年 就半年之後又再半年 所以突如其來的 我都覺得是一個緣份 那就立刻處理了它 而33歲之前我覺得 我最需要處理的就是關於孤獨 所以這個show就叫Han Solo 是關於孤獨的 孤獨的意思是你一直都 生命當中覺得自己是一個孤獨的人 還是在哪方面你覺得 還是近年你覺得特別孤獨 我想對我來說 我都覺得自己孤獨了很多年了 雖然我又不介意 因為有些人喜歡獨自 享受自己一個人 喜歡孤獨 我是要去到很久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自己孤獨都可以 因為我之前是一路穿梭一些不同的派對 我都是覺得孤獨的 所以孤獨是不關是不是一個人的事 沒錯 我要我贊同 我都試過在一些很開心的智日裏面 去了一些很擠涌的地方 然後看到所有人都很into派對 但自己的時間反而覺得 我好像自身善愛 好像零零四四一個人一樣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很有型啊 然後我就走了 很有型 其實有一年我不知道 我不是和你們回香港 我去了Halloween Halloween的時間我去了蘭桂坊 我自己一個人下去了 有沒有Dress Up的 我沒有特別Dress Up 但我很想參與一下 或者看看氣氛是怎樣的 誰知道下去的時候 我就發現 咦 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突然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個地方 進去才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個地方 所以到最後我就自己乘的士離開 太青春了 蘭桂坊 自己可能已經不是那個心態 因為我今年Halloween都去了蘭桂坊 我去拍MV 我去拍Han Solo的MV 我想像聖誕 那最遲聖誕有人Dress Up 就是Halloween 所以我就Halloween Dress Up就是聖誕 這樣去 然後我看到那些人 其實跟十年前播的那些歌 都是差不多 很吵 然後有一些年輕人在抱頭抱頸 然後抱頭抱頸抱著抱著就打架了 不知道為什麼 只要打完一陣子又抱頭抱頸 太青春了 已經理解不了 我是青春的時候 我已經有一個很老的靈魂 我已經理解不了 去到現在更深 十年前你站在蘭桂坊的時候 都是看著這群人已經不屬於 看著 What the? 然後 好像沒有變過 十年後還是你 真的沒有變過 還有一個阿叔 十年前已經看到他 他會穿梭蘭桂坊 自己在那邊響來響去 很開心 每有Party 或者誰在那邊拍照 然後他就會黏在那裡 一起拍照 十年後你還在那裡 你真的很留意 真的很留意 因為這個爸爸 這麼出眾 我對團隊其他人都認得 我就可以肯定到是他 但剛才你長先生說 在一群人都覺得很孤獨的時候 你有問 是不是覺得自己很帥 你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其實是不是一個 是喜歡孤獨的人 不是 我純粹覺得 聖誕時候開Party 人家開Party 你又開Party 這樣很主流 我們這些就是Indy 人家醉我獨省的感覺 也有一點 也是 有些朋友 其實不是經常見到 但是每逢Party 才看到那些朋友 其實你很難跟他做到朋友 救命 你都沒有時間 那些都叫做酒肉朋友 是啊 如果你真的 在一個忘我狀態 只是想和他嘻嘻嘻嘻 或者喝杯酒 然後可能 時候大家不再跟對方 這是很乾脆靜落的關係 我覺得 與其是這樣 那不如就享受一下獨處的時間 但是 阿檸確實是一個很矛盾 你喜歡孤獨 但是你現在做音樂的話 你要拍攝很多人一起做 你不會想 不如我一個人自己獨過而創作 或者我去主理所有的東西 你有沒有發覺那幾個人都很孤獨 都是一樣的人 走在一起 同道中人 哈哈 他們就是那些 不同其他人來往的人 你看他們最後跟了什麼人來往 哈哈 就是我 哈哈 但是創作本身都是孤獨的 如果你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你應該不會一起坐在一起聊 還是你有另一個空間 不坐在一起聊 自己當好就丟出去 每個人做自己的份內事 我只是負責詞 可能有少許曲 然後Jan就幫我處理完 基本上就是作曲 監製 然後Anna就幫我們監製整個EP 等一下 我想知道你跟阿水 兩個孤獨的人會走在一起 我跟阿水是因為我們 都有一個common friend 他就離開了香港 我們有個大哥 走了 然後大哥走了 我就天天貼著二佬在那裡生 哈哈 哈哈哈哈 他就貼著弟弟在那裡生 那生一生一生就 不如做歌吧 還是突然之間 其實我真的覺得 你要生的時候 就是有感情的時候 最好就是做創作 畫畫也好做歌也好 其實是一樣的 沒有分別的 都是創作的載體 這樣吧 去天的竹汁毛的水 現在就是ROOT 然後跟阿玲一起 就創作了Hand Solo 我們聽到也做了Encore 但這個音樂計劃 你已經聽到 有EP是將會出現的 EP裡面有多少首歌 以及裡面 都是用孤獨作為一個主題 全部都是孤獨作為主題 但是是不同階段 和不同類型 和不同對象的孤獨 那EP裡面會有五首歌 那在show之前 我會派三首 大家需要溫一溫 然後入場就開心一點 還有一首 還有一首 就是下個星期一會派的 嘩 真的很趕效 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我派第一首歌的時候 好像是十月中 所以其實是三個月裡面 處理了那麼多 你基本上 我從沒遇過歌手派歌 可以派到那麼密 兩三個星期又派一首 下個星期也是十二月頭 即是說 一個不夠兩個月的時間 你還沒派三首歌 是 你想想一下 剛剛也是上榜 Han Solo 是嗎 是 Encore都還沒到 還要一直排上去 上榜就好 終於國族生力 今年 恭喜你 好多事情搞 今年好多事情搞 下年真的要安排好少少的 schedule 你這樣好像不太好 今年真是國族新人 新力軍 自己的心情又如何 其實獎項對我們來說 是很重要的 當然 唯一一次 平時負責班 以前我就站出來 大家就叫什麼區 什麼區 很開心 而且是聖誕歌 因為我從小到大 都很喜歡聖誕歌 因為我覺得聖誕歌 是一種反抗的精神 是反抗何年歌的精神 反抗何年歌 不過聖誕歌可以播長一點 聖誕歌可以播長一點 因為聖誕歌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起碼都播到一月 起碼兩個星期 我覺得賀年歌那一刻不適合 就是經常都說 Happy New Year 但你有沒有Happy This Year 如果你沒有Happy This Year 那你 Next Year都未必會 你是否一個活在當下的人 哇 想像到他坐在商場的長椅 商場不斷播那些農曆新年歌 然後他就在那個 那個長椅上寫聖誕歌 你感覺到那個畫面有機會 你感覺到他反叛 哈哈 剛才我們聽過 就說 25、26日就會在壽成劇院開場 在Hand Solo單手派對 是Talk Show來的 其實是Talk Show來的 他是Talk Show加 很少量的音樂 我想20%音樂 起碼都有五首 五首歌 五首歌都會唱完 會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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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少少 Opening Ending 特別一點的東西 OK 不過我看到阿玲 真的很喜歡創作 是的 在不同的層面上 都有很多想法 都要跟別人分享 平時這些想法是怎樣來的 是無意中 即是突然看到某一件事 突然會閃過一些想法 還是不是 我真的那一隻 我想坐在那裡 過馬路的時候 看著那些人 或者讀書在那裡 想想想想 或者在洗澡的時候 其實我是一個低頭族 我是機不離手 逢是有需要 錄下的想法 我就會馬上錄下 那些想法 可能是看到巴士的廣告 然後覺得怎樣可以做得好一點 還有那個廣告可以變成怎樣 又或者我看到任何東西都會想到一些東西 然後我就會全部錄下 然後那一天就會清一清那一天的想法 有什麼值得留下 有什麼不值得留下 我就刪除了它 即是我有一個整理的系統 然後到有時候是 有些覺得歸納到 原來我一直這麼多天 都在想這件事 那不如我就用這件事 來做中心思想 來做主題去衍生一個作品 一個系列 但是如果有一些 水濕濕散修修的那些 我就先放在一邊 有什麼時候可以用得著 我的note list又很長 基本上 其實人生 我有一個分不到 放在一個叫做人生的list 那裡 什麼都是人生 就是欺騙人生 其實就是欺騙人生 欺騙人生 不要叫其他那麼窄 欺騙人生 OK 關於Han Solo的單手派對 還有很多話題可以跟阿檸一齊慢慢聊一下 要問我 跟阿檸一齊 是嗎 對 我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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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到